大家好,我是阿雅 今天咱们做五香油酥烧饼 300克面粉中加两克盐 用160毫升温水和面 这个面团比较软 粘手的话可以加点食用油 揉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醒10分钟 碗里加两勺面粉 一勺五香粉 一勺盐 用热油浇在上面,搅拌均匀 搅拌成比较细的油酥 这样就做好了 面板上撒点干面粉 面团不用揉 直接擀成一张大薄饼 把准备好的油酥浇在上面 涂匀 用刀切成五厘米宽的长条 把切好的条从一头卷起来 边撑边卷 最后接头压在下面 上面收口捏紧 把两头再沾上点芝麻 然后擀薄 这个饼坯就做好了 电饼铛刷上点油 两面预热 放上小饼烙 饼上面也涂点食用油 锁住水分 这样烙出来的饼皮是酥脆的 饼心还是软的 烙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样饼皮已经起酥了就熟了 这个饼中加了五香粉 表面还粘了芝麻 真是越嚼越香 可以加上煎鸡蛋 火腿肠 蔬菜 当做早餐吃 真的是美味极了 喜欢您也试试吧 拜拜 拜拜